说出来啊 虽然我可能也帮不上什么忙 可是你说出来 心情会轻松一点的 厂里的订单越来越少 就靠那几个老客户支撑着 我害怕有一天啊 这几个老客户都跑了 那个时候我们大发面粉厂 正要关门大吉了 别说你了 其实咱们工厂的 一些工人也是很担心 要是工厂关门的话 那我们大伙就全都要失业了 据说大发也是第一次 遇到这样的危机 你知道吗 许总急得气喘病都犯了 我每次看到他那痛苦的样子 我真恨不得自己 去替他受这份苦 什么都可以替 就是生病不能替 你有这份心 老天爷会知道的 他一定会帮你 许总一定会好起来的 希望如此吧 不过 不过什么 有人说我命带煞心啊 谁跟我接近谁就倒霉 我真的很矛盾 许总和俊超是我最在乎的人 我不想跟他们分开啊 可我又怕客到他们 没有这样的事 你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啊 我以前也不相信迷信的 可是我身边对我好的人 最后一个一个都离开了 这是事实啊 不由得我不往那上面去想啊 其实不是这样的 你给大家办事 是大家的贵人啊 就说我吧 你自从进到厂里面 就一直对我很照顾 你是我的贵人 知道吗 谢谢你给我打气啊 我就知道 找你吃午饭 是绝对正确的 你不吃了 没有胃口吃不下 怎么了 怎么了 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胃里老是冒酸水 很不舒服 可能身到胃病吧 难怪嘛 我看你最近越来越瘦了 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这样比较放心哪 不必了 我休息两天 应该就没事了 你不要小瞧这些小毛病啊 小病不医 变成大病就难治了 没事的 我们穷人家的孩子 没有那么娇贵的 是不是没钱呢 我给你嘛 不用不用不用 我自己还有点钱呢 那你答应我 今天下午请个假 去看医生 好吧好吧 我我就去看啊 我不相信 为了省钱 你肯定不会去的 这样吧 今天下午我请个假 跟你一起去 不要啊 不要因为我的事 耽误你的正事 好啦 我们不要再争了 就这么决定了 来 你的胃没问题 只是怀孕了 我怀孕了 我怀孕了 你再多决定了 你怀孕了 你好 还会来 这是我彩虫的 卫 未婚先孕哪 是很严重的事情 怎么办哪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暗薛 你帮我拿个主意 我该怎么办啊 我 那么大的事情 我没办法替你拿主意的 这样吧 我们还是把这个消息 尽快告诉崇伟 看他怎么处理吧 好了 别着急了 我 崇伟 你来了 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我好不容易把司机摆脱掉 崇伟 我有了 什么 今天我去医院 医生他说我 我有喜了 有 有喜了 对啊 怎么办啊 我们还没结婚呢 是啊 是 是 我知道 我 大崇伟 你对我有什么打算 要不要找个时间 你带我去见见你妈 不不不 千万不能 为什么 我现在有了你的孩子 还不可以给你结婚啊 是不是你妈嫌弃我 你没有跟我说实话 不不不 不是这样的 我现在贸然带你去见我妈 我妈肯定下个半死 我现在贸然带你去见我妈 你给我点时间 我再回去跟我妈和我奶奶说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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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不催你 但是要尽快 肚子已天天地大 我已追不住 怎么办啊 好 我知道了 好 完了 我爸要是知道我惹出这种事了 不期得半死再怪 这可怎么办啊 这可怎么办啊 好 那我们来坐下 我来把他转换 2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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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个人 5个人 4个人 5个人 5个人 妈 你回来了 你没去工厂上班 回来干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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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没去工厂上班 妈 这个珍珠项链好看吗 好看 妈 这是我专门去珠宝店 给您挑选的 送给您 我的生日要两个月后才到 现在送礼物 是不是太早了 什么生日不生日的 我觉得尽孝心平常也可以吗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贴心啊 我始终如一的 只不过之前我没有工作 要钱的话还得伸手向您拿 现在我工作了 挣钱了 我拿我挣的钱给您买点礼物 我觉得意义特别不一样 真的只是这样 还是有目的啊 我的目的就是希望您 永远开开心心的 好 那就谢谢了 东西我收下了 你可以出去了 怎么还不走啊 有事吗 嗯 妈 我有件事想跟您说一下 说呀 干嘛吞吞吐吐的 我 最近交了一个女朋友 然后呢 妈我说我最近交了一个女朋友 我听到了 是不是这个女人 别人告诉我 说你跟一个工厂女工在一起 我还不相信 堂堂瑜伽的大少爷 怎么会这么没有眼光呢 谁小的 哎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什么样的女孩不好找 你非要找一个电农的女儿 妈 您听谁说的 谁告诉我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不该去招惹一个乡下女孩 妈 你不知道叔叔她很懂事 很善良的 善良懂事 有个配用 你是瑜伽未来的接班人 你交往的都是大人物 面对的都是大场面 你娶的媳妇 要八面玲珑 应对得意 这样才能帮得上你的忙啊 你要是娶了一个 上不了台面的相巴佬 不但帮不了你 将来背后 还不知道怎么让人笑话呢 妈 您说的八面玲珑 应对得意 以后都可以教她的吗 你以为咱们家是开训练所的 凭你的条件 多少名门闺秀 在大门外排队挤着想进门呢 你干嘛自贬身价 是 我要娶一个名门闺咎 的确如了您的意 可是我跟素素是真心相爱 我喜欢跟她在一起 轻松自在的感觉 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好和轻松自在 对不起 你生在瑜伽 现天就没有这个权利 你认命吧 妈 我求您了 你不要再说了 我绝对不会答应 你跟这种女人在一起的 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吧